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安三 众手周知,最新的成都视频赛已经完全落下帷幕 最终国评非常的真气,在陈梦等等一些核心的带领之下 我们分别拿到了男团和女团的冠军 也是我们曾经拿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这次女团在陈梦的携带之下拿到五连关了 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创举 那么随着这次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对于很多球迷而言 在本次比赛看到了陈梦,孙尹沙,王万玉这些核心球员表现是相当出色 尤其对打日本队更是横扫了伊藤美琛的那些劲敌 我们还记得在视频赛开始之前 日本队伊藤美琛他们采访的时候是信心满满 说要保持全胜,打败中国队拿到冠军 结果没有想到,最终却被我们这边很少打败他们 那么确实是大快人性的事情 那么随着这次比赛逐渐落下帷幕 很多球迷也期待着在后续下半年的比赛当中 我们国拼这几大剑客 继续有机会能够去决战日本队 决战伊藤美琛再度去横扫他们 告诉他们谁才是真正的乒乓球一姐 但就在最近随着我们国拼这边的一个最新决定 包括整体的赛产安排公布之后 我们看到球迷可能要留下遗憾的 所以接下来想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岸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国拼 关注陈崩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目前根据国际拼连官宣的一个最新日程 我们可以了解到 首先在10月19号到20来号 在澳门这边举办一个WTT的冠军挑战赛 除此之外在10月底的话 在新乡这边同样也会有比赛 那么另外在11月份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整个亚洲的盛世就是2022年的亚洲杯 那么尤其是这一次亚洲杯 我们其实看到了包括伊亭美神张本志和 还有早田希娜 他们都报名参加了等次比赛 因此对很多球迷而言 肯定也非常的希望陈梦啊 孙以沙他们能够报名这一次的比赛 继续向日本队发起挑战 但目前根据国际拼连官宣的一个最新亚洲杯的 参赛名单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这一次国平市派出了四大奥运冠军 四大世界冠军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四个球员里面呢 并没有大家所期待的陈梦以及孙颖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名单呢 在男单方面呢 包括了梁静昆和王楚清 女单方面呢 则是王毅迪和陈信彤 所以其实从我们国平派出了这一次的安排名单当中 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呢 我们主要还是锻炼年轻球员为主 包括大家也看到在之前的一些大赛当中啊 梁静昆还有陈信彤他们呢 都是一个替补球员 在之前其实得到出场的一个机会并不多 所以这一次亚洲杯 作为整个亚洲最大的一个顺势呢 我们国平也是充飞给予了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去挑战自我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么至于像马龙樊振东 或者说陈梦顺尹沙这些球员呢 他们因为在最近的征战 确实是太过于频繁 也是比较劳累 那么国平这边恐怕也是希望让他们的先好好休息一下 再去征战其他的一些大赛 所以我觉得确实啊 球迷也应该理解刘国良了 他这一次也是忍痛割爱 如果说有合适的名额 有合适的机会呢 他肯定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一些国平主力呢 能够出国征战 为国争光 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也是教练组呢 做出了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所以各位球迷呢 也没有必要呢 太过于纠结 只是可能最终很遗憾呢 这两个球员就没有办法呢 去再对再次对战一天美成 后续我们双方交手的一个整个过程的话 可能呢 还要等待其他的一些大赛再次到来 才有可能再次实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